这相机找对象 很多姑娘都不理解 为什么我要求不高就是找不到的 上午来了一个姑娘要找对象 95年的身高在165 身材匀趁本科学历在国企上班 年薪8万左右 父母都是事业单位的 整体条件都确实不错 我问他你想找什么样的 他说老师我要求不高 条件跟我差不多就行 本科学历有房子有稳定工作 人品好就可以 我一听这要求还可以确实不高 他和我说 婚姻最重要的就是 两人三观合适 一条心能把家庭给经营好 条件都不重要 我听完这姑娘人是真的不错 我就给他介绍第一个男生 94年公务员市区里面有房子 个子也比较高 在一米八几 长得也挺不错 就是父母在农村有个姐姐 这姑娘一听 那表情我学不太来 就是微微皱眉跟我说 男士人挺好 就是家是农村的 不太行 我爸妈都是城市的 他们也不太愿意 你看有没有城市家庭那样 听完了我又给他找 就介绍了第二位 93年的硕士学历 是高中的数学老师 身高175左右 长得也还可以 这一家子都是书香门第 父母都是老师 也有退休机 这姑娘听了就说 哎呀 这个条件也行 但这高中老师会不会太忙了呀 平常都得有晚自习吧 而且教数学肯定啊 课程安排比较多 也比较紧 家里肯定顾不得了呀 你看有没有工作轻松一些的 时间比较多的 我想着周末一起出去约会啊 都方便 咱是做服务行业的 一定有耐心 于是呀 我又给他介绍了第三位 我这回啊 一步到位啊 94年的 985本科 事业单位工作 双修 人长得又高又帅的 父母还都是事业单位退休 读生子 条件好得很啊 我想着这回怎么也该可以了吧 这姑娘听完就支吾吾的问我 她一年多少钱呀 我说一年十万吧 这姑娘又是微微一皱啊 哎呀 这工资啊 跟我都差不多了 是有点太低了吧 这养家肯定会很困难的 有没有年收入高的呀 啊 我听完真的忍不住了 再忍下去乳线增生了呀 姑娘你到底想要啥样的 你不是说你要求不高吗 她说我要求确实不高呀 那也不能太低了呀 学历最低本科吧 哎 男人得承担养家的责任呢 现在物价都高 如果房子有贷款 这收入怎么也不能低于三十万吧 另外家里条件好点 哎 别拖后退 毕竟我父母都是事业单位的 我是读生女 男方也得是城市家庭读生子吧 父母有退休啊 这房子啊 得考虑孩子以后上学的问题 市中心靠学区最好了 另外呢 我身高165 穿鞋都又170了 男方定于180 她不好看啊 你看我长得也挺好 身材保养也不错 我虽然不看脸 但男方也别长成个歪瓜裂走吧 哎呀 听完这姑娘这一顿输出啊 我就觉得我得抓你吃焦牙药 我问她还有吗 这姑娘说差不多了啊 还有就是啊 男方性格要稳重 对我好友耐心 孝顺父母 这个时候我真的是忍不下去了 姑娘你拿我这当许愿了呀 你这要求太难了啊 我这边帮不了 实在不行啊 你也买个票 去四川找大夫 问人家愿意给你让坐牧 她说呀 我这要求不高呀 怎么就不行了 姐妹 乡亲啊 不怕你要求高 就怕你要求多呀 你看你整着一大堆 同时符合要求的男人 我就算全球我给你扒了 也扒了不出来呀 又要帅的又要赚钱的 家里条件还好的 还要对你好的 能孝顺你父母的 这比你让我去找思聪 娶你都难呀 你要么从这一堆里面选三个 要么出门又转有电梯啊 这姑娘说那行吧 我找个有钱 长得帅的家常条件好的 可以吧 哎呀 那一瞬间啊 顿时哑口无言呀 今天刺猬开门不利啊 这给你送进来了 你这这做梦一直没醒 哥我这梦游呢 这姑娘不信 就觉得自己要求不高 哎 觉得我能力不行 转门出门啊 要去找别人去了 有些女生你来找对象啊 总说自己啊 找个条件差不多的 你给她找到了吧 她就想要其他的要求 比如说身高 颜值 情绪价值 反正是要求越来越高 谁也看不上 圣女是咋来的 就这么来的呀 这男人挑女人啊 是平分思维 这部分的分值啊 低不要紧 那其他的分值高 总分不低就好嘛 女人挑男人 那是木桶思维啊 短板决定评价 但凡有那么一点不好的 完蛋 我跟你们讲啊 今天一姑娘来找我交对象 让我见识到了 啥叫做梦贴花板 她先是问我啊 老师我为什么一直嫁不出去呢 我问她 你是不是走我要求太高了 她说我要求一点都不高啊 市中心有车有房 您收入二十万 工作稳定 阳光帅气温柔体贴就可以 我掐指一算呢 姑娘你这命中缺男人啊 你带上身份证 去12306订票 去四川一个叫乐山的地方 哎呀 你拜拜大福啊 你让他起来 你去坐呀 这姑娘听完就跟我说 知道自己的年龄啊 有点大 既然男人不愿意娶她 哎呀 那她就不要车房彩礼 诚心招上门女婿 愿意提供车和房啊 外加彩礼 符合要求的择油录取 这话一出 说实话 我当时是有点吃惊的 一般能提出上门女婿 能有实力的呀 我问他你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 说说你招上门女婿的要求 我这边粉丝也可以啊 线下有资源 看看有没有合适你的 他说自己今年32岁啊 老家是有车友房 年收入15万 本科学历 父母在国企退休读生女 要求男方啊 身高155以上 外貌没有明显的短板 年收入50万以上啊 没听错 这出生的孩子啊 男方要跟女方性 并人家招上门女婿嘛 女孩呢 可以给男方性 哎呀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呢 我这学校蹭的就上来了啊 你这牌打的啊 四个三啊 要炸我两王啊 姐姐啊 你这是招上门女婿啊 他说对啊 我给男方彩礼 也不用男方买车买房啊 这不就是招上门女婿嘛 还有姐妹 你是这东西全管车房吗 他说不是 你给多少彩礼 他说手上目前存款10万 愿意全部都给出啊 但是希望男方能够把这个钱带回来 家庭又实用 哎呀 听完我跟王八 当时那一瞬间感觉特别无奈啊 我真的是头魂啊 听上门女婿这样似的 你知道这种上门女婿是啥样的吧 上一个找我招上门女婿的姑娘啊 人父母是在温州做生意的 哎呀 年收入多少我就不说了 但人家招女婿那条件啊 一套全管市中心的房子 直接落南方的名下 一辆这个宝马五系代步车 给男方家里补贴30万 女方全包婚礼 所有开销 吃喝拉撒睡啊 衣食住行 女方全管 这才叫上门女婿 好家伙你这要求啊 你找人大夫人估计都不愿意给你让座的 这姑娘听完说 哎呀我目前还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以后会对这个男方好 虽然上门 但依然会尊重他 我一听啊 婚后工资给男方不 他说不给 婚后谁养家 这姑娘来的卷 那肯定是男方养啊 大妹子 我真的是让你给整无语了啊 公司招聘人还得写个高薪成品 给人说好福利待遇 你一个个体工商户 去挖人年薪50万的企业高管 给的条件是月薪三线包吃住 那谁跟你玩啊 付费当上门女婿啊 哎呀让人笑掉大眼 大白天是不做梦吗 这条件男人图你是一亩三分地儿 还是图你管吃管住十万彩礼啊 孩子还得随你性 人还得随你父母生活 哎呀估计这年薪50万 都得唠你管着 周八疲借了你们家 都得高呼一声 嗯牛逼啊 资本家看着你都得流泪啊 还是你会整活呀 我问他啊 有个男士32岁单亲家庭 母亲打零工 无房无车 普通本科毕业 年薪在8万左右 家里这条件确实也买不起房子 帮不上儿子吗 这男方愿意上门是真心入坠 这姑娘一听啊 那头摇的跟布朗古似的 这蹦高啊 这条件让我去嫁我都不去 我听了我也蹦高啊 那你就继续待着嘛 憋老自己 男人都懵 反正跟他唠嗑 就跟那菜市场讨价还价一样 这姑娘的择偶要求是一降再降 最后要求啊 南方175以上 本科学历 一线城市生活年收入20万以上 父母城市户口又退休 82年到90年的未婚帅气男士 哎 请符合要求者 积极联系我报名 给报销来回的大巴费用 这姑娘不给出机票 太贵啊 大家请自理 一定要看清楚啊 是这个姑娘招女婿啊 人家那个温州厂长 女婿找到了啊 请不要报错名 最后再说一遍啊 你要想找对象 你先去市场 摸摸自己底牌多少 相机这个圈子 大家都是名牌打扑克 你拿个对三当王炸 那丢人的还是你自己啊 你得有硬牌 老实话当方批 你是怎么做到的啊 相亲圈里有句话 我觉得说的很形象 而且也很讽刺人啊 叫见过蓝天的熊鹰 怎么会爱上没有翅膀的草鸡 你个大城市待过 你就看不上那农村的小破坑啊 大城市里坐着方面的那种马桶 农村里你那堆的那种磨坑 心意若差那么大吗 这叫从检入涉意 从涉入减难 有一个男的给我打电话啊 咨询我 哎呀 他又纳了闷了 为什么相亲百八十号了 就是找不到对象 他问我是不是 他则我要求很高啊 我一听完好家伙 真的迪拜王子 估计你都得敲不上 这个姑娘很漂亮啊 身高在170左右 身材很好 自己开了个培训班 哎呀 是学音乐的 从大学开始啊 就没缺过男朋友 这有的男朋友呢 给他买包啊 有的给买化妆品啊 有的管吃管住管旅游啊 最后啊 谈了一位大了十多岁啊 很有钱的男朋友 过了一段 高于其能力地位的生活 两人一度谈到了结婚的嫁 哎 当然时间不长啊 这位很有钱的男朋友 承诺给他婚前买套别墅 再给他一百万的彩礼 他很激动啊 哎呀 觉得自己的人生 终于到达了一个巅峰啊 找到了一个好多归宿 谁知道两人就谈了 有不到两个月啊 这位名都不全的男友 提出了分手 理由是家里不揭露他的工作 他就很无奈很伤心啊 觉得房也没了啊 百万礼金也没有了 你要知道 这有些人经历过高山明月 他是看不起那小潮流水的 被迫年龄大了 马上三十了 那开始被家里人安排相亲啊 见了不下十几十位啊 没有一个合适的 那一个个理由 都可以出书了呀 哎呀妈 都赶上我想出那个 相亲那些事了 有的呢 长得是跟李奎一样 无大三粗 一点都不阳光 有的个子太矮 生个孩子 他在操心 孩子基因不好 有的呢 对他太抠啊 吃个饭 就得点个盒饭的 有的不是自己条件差的 就是那爹妈穷的 难得自己喜欢啊 那么一两个 哎呀 不是嫌他年龄大 就是觉得他性格高傲 不主动 反正啊 这一年项目的 是没有一个合适的呀 我问他 你到底想找什么样的啊 他说要对他好的 条件好的 我问他什么 才算是条件好的 他说起码是 有车有房 没有贷款 存款 得有个七八位数吧 哎呦 我一听啊 姐们 现在多少人 拿着几千块钱的工资 怎么可能会存在那么多钱啊 他说我前任 多么多么的有钱呀 哎呀 还要比我买房啊 财力要给我低个了一百万了 我要这种条件的 听得我啊 反问了我姑娘 那最后为什么 人家没娶你呢 他就有些结巴 哎呀 这个这个这个 那他是爱我的 只是家里不同意 听完姐们 真的 你这个自我安慰 自我洗脑啊 也不是这么个事啊 他说我怎么自我安慰了 他就是爱我的呀 不然怎么愿意 出那么多的财力 我们还一起去看房子来 大家来听听啊 这就是为什么 海王就那么招女人喜欢啊 因为会画饼啊 我是真无奈啊 姐们 你是一点都看不清楚 问题的本质在哪里 有钱人谈恋爱 往往先看中的是 他们的短期特质 比如说年轻貌美 易推倒 对吧 可这个特质呢 多数人都会随着 年龄的增长 以指数级的速度消失的 也就是说呢 有人找你谈恋爱 刚开始可能会喜欢你的肉体 在一起之后 他会喜欢你的性格 之后呢 他会喜欢你的才华 再之后会喜欢你的灵魂 如果你只能提供 肉体上的满足的话 那只能是短则关系 结婚取不取年 那是要看长期特质的 一定是要看你的性格 人品修养以及能力 还有你的家庭背景等等 因为那是一辈子的事 也就是说呀 倘若你依然没有具备那些 让他可以尝责你的特质 你依然找不到的 这就是大龄胜男生 你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原因 你眼里的择偶要求 是远高于实际你的特质的 那呀 眼里就光什么眼使了 这姑娘听完呢 哎 起初表示不服啊 最后也被我说的是 服服帖帖的 我倒不是看不起她 而是见识层面的东西啊 总不能我跟你说 公司人事管理的培养方式 你回答我三姑六婆 谁家生孩子 这真是用得过痛苦来啊 尤其是奉劝那些 曾经谈过很多优秀男人的姑娘啊 和谈过那些漂亮优秀女人的男人 把过去都放一放吧 看看自己现在还能不能配得上 你到底是见过蓝天的雄鹰呢 还是扑论蛾子的家圈 对吧 人总是要有点自知之明 大白天总做梦 那不干活吗 对喔 对吧 对啊 咖啥